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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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重要因素 你是说恋爱的感觉吗 没错 你不是那种微凉的天气 就是很适合两个人手牵手一起走在街道上 男生的话我们就喜欢无害的妆感 对 我跟你说今天的素人 我刚看到他的照片就是非常有这种 可以打造出恋爱氛围的感觉 而且他眼睛好大 对 他眼睛就是感觉水汪汪的 他的照片都一个人 Nik感觉对他很有兴趣 对 你就是看着越看越心动的感觉 来 你再笨拿去 他让我已经开始有心动了 有心动感是不是 现在慢慢的关键 你们先聊 好 就是青春跟火力兼具的啦啦队主角 非常一个俏皮的女孩子 就是一个仙气十足的女生啊 少女感的那种纯净跟火力 让人家好想保护他哦 先帮你们检测一下身高 有有 今天多加一片有差 有差 因为我们刚看了你的照片觉得 蛮适合诠释我们今天想要帮你打造的妆感 恋爱感 对啊 你平常会有习惯什么样子的风格 我自己都画比较安全的大地色 哦 大地色 那在彩妆上会有什么样的困吗 我觉得是皮肤欸 皮肤吗 就是因为我自己底妆不会上比较厚 就是上比较轻薄 而且我都上中间而已 对 就是因为怕旁边如果比较干啊什么会很明显 所以我干脆就只上中间 OK 还有那个黑眼圈 没有碎薄然后又过敏 又过敏 又过敏 更无害了 对啊 你应该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改造吧 那就让我们赶快进行今天的改造吧 加油 很爱 想说可以问问看专业的意见 就是如果是泛红的话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 我们可以简单用湿底乳的方式 像是绿色啊 它可以调整泛红 那也可以增加皮肤的透明感 去帮它做底妆的搭地 那另外的话因应我们的秋冬季节嘛 在选择粉底的话 选择比较水润一点点的 那就像这支粉底液它特色是 有62%的精华液嘛 也会比较有水润感 那它其实妆容重点在于 它脸部的三角部位 着重在它眼下部分 但是又以按压的方式 然后来增加它那个服贴度 然后透亮度 那其实这样的方式 也蛮符合它今天的那个妆容 因为打造一个若有事物的感觉 因为它的眼睛其实非常的大 然后其实又很有神的感觉 但是如果化眼妆的话 稍微多了一点 它就可能会变得比较凶 所以在这次选色上的话 第一个选的是干燥玫瑰色 因为它其实可以让眼睛 看起来非常的柔和 而且还会有恋爱的感觉 而且连眼线我们都不使用 使用了深色的眼影 然后选择咖啡色 去取代眼线的部分 所以可以让它的颜色 变得更温柔 但选用睫毛膏的部分呢 我就选用线长型的 因为这样刷的过程中 第一可以创造出 我们所谓根根分明的睫毛 而且可以让它放大起来 好像是自己的睫毛一样 非常的自然 所以在刷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建议第一步骤一定要先书胜睫毛 然后第二步骤就可以选用 刚刚说的线长型睫毛膏 在根部的地方 采用极致型的刷法 再顺顺的往上 这样就可以达到出 若有事物 让人家非常好感的眼中 如果说要让男生喜欢的唇色的话 我会建议说越自然越好 那我们今天选用的话 是偏豆沙玫瑰的一个唇釉 那它带一点水润的光泽感 让人家想轻的感觉 在使用技法上 我会建议说 我们可以使用唇刷的方式 轻轻的沾色之后 薄薄的叠在我们的唇刷 它就会比较呈现出淡淡的 好像自己唇色的感觉很好看 腮红的话 因为想要透出那种 若有事物的那种恋爱感觉 那我们今天选用比较偏蜜桃色的一个腮红 那我们主要在于说 效忌的中心点 往外做云感扩散 那就会呈现出一个很好的气色的感觉 那这个秋冬啊 如果说想要提升自己的好感度啊 这个自然的妆容就一定要学会哦 完装后的感觉就是好感加倍 只感爆棚 它看起来很简约欸 但其实不简单 无懈可击啊 完全就是个零距离的好感女生 怎么就是初恋女肉的感觉 它们就把这种感觉 练乱看起来 我的天然是 我們今晚จะ看起来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